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0年8月24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呢,关于这个半个月以来吧 14号开始到现在,没有半个月,就是有10天了 10天以来,中国的在海上的军事演习,先是在南海,以及太平洋的第三岛链 以及台湾海峡和台湾的南北两端 那近日呢,又在三个海域同时展开实弹演习 这些演习呢,对于这个台,对于这个台湾台独势力 以及美国,以及甚至于其他的蠢蠢欲动的一些敌对国家吧 这都是一些,两个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呢,是一个实力的展示 第二方面呢,就是起到了一个威吓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这次,尤其是最近呢 最后一次的三个海域的一起来进行演习 就说明呢,如果说美国你联合再多的国家 你就从三个海域同时你发动攻击的话呢 中国也有能力来应对的 中国的这个解放军 就应了解放军的那句话 叫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有非常大的这个决心 有非常大的信心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呢 是有实力的 现在呢,中国已经打造了一支 在近海可以遇抵 在远海可以阻敌 这么一个强有力的海军 同时呢,中国的空军 中国的陆军 也是越来越现代化 现在呢,三军的作战能力 会让这个全国人民放心 连我看了呢,都觉得心里就有底了 就觉得是为中国 就不再为中国捏把汗了 那呢,这个详细的情况 我看我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 对,现在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演习呢 让台湾的这个蔡英文政府呢 着实的比较害怕 我刚才说了哈 起到了两个方面的作用 一个作用呢,就是展示了实力 另外的一个方面的作用 就是有阻吓的作用 那台湾方面呢 给他们的三军呢 下达了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就是 台湾绝不放第一枪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认为呢,就是台湾 看到大陆的这种实力呢 就怕的不行 就觉得呢,这个大陆这个实力呢 分分钟就有 没人他们心里面还想呢 哇,会不会演习呢 这个演习呢 分分钟就变成了实战了呀 所以呢,他就是非常的害怕 就不能呢,因为台湾的原因 而给了中国大陆这么一个 有演习变实战的这么一个机会吧 对吧,如果说台湾 在这个大陆政府进行演习的过程当中 如果台湾对这个大陆的军队 发起任何一个攻击 也就是他们自己所说的开出第一枪的话 那这个演习呢,就变成实战了 那如果变成实战的话呢 那这个台湾就分分钟的被收回了 我说的分分钟呢,不是说真的分分钟啊 分分钟的意思就是很快了 当然说中国大陆呢 要收复台湾的话 可能怎么着也得一个 也得一个24小时48小时 就是台湾一直都在讨论的 就连美国的这个南德公司 也在这个讨论啊 到底台湾能够抵抗多久的这个问题 不是能不能拿下的问题 而是呢,多久拿下的问题 好,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